Fong4和Fong5的学生,大家好 这个视频是关于SPM Bahasa Melayu 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 Greta Satu Bahagian B的Karangan 也就是作文题 作文的字数 写350个字以上 通常考题里面有著名 Leber daripada 350 per kataan 按照旧的SPM格式 也就是Format Lama SPM 总共有五题问题 学生只需要选一题来写 但是今年 也就是2020年Fong4的学生 是根据新格式 只有四题问题选一题 通常这五题是包括以下的几个课题 第一题是关于Ishu Belajar 或者是Ishu Remaja 第二题是关于Ishu Keluarga 第三题是关于Ishu Masyarakat 或者是Ishu Negara 第四题是关于Ishu Antara Bangsa 或者是Ishu Global 第五题是关于Ishu和Susastra An 现在我们来一题一题看 刚才有提到 所谓一是关于Ishu Berkatan denganBlajar Ramaja或者是Anna Muda 这题问题是以学生的角度 去探讨他们本身所面对的一些问题 也就是关于自己所面对的问题 这里我有给一个中多所谓 我们一起来看 也就是写出阅读对学生所带来的好处 这是其中一种关于学生的课题 我会在下一个视频来跟大家 分享更多关于Susastra的课题 接下来 Susastra是Ishu Berkatan denganGeluarga 也就是家庭课题 这题问题通常以父母亲 或者是一部爸爸的角度 去探讨孩子的问题 比如 Buranan Ibu Baba Dala Mengatasi Masala Discipline Anak-Anak 父母亲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或者是怎样去解决孩子的纪律问题 所谓第三是 Ishu Berkatan dengan Masyarakat 或者是Negara 这题问题是关于社会和国家的问题 比如 如何培养牧林精神 接下来第四题是 Ishu Antara Bangsa 或者是Ishu Global 这是关于国际上的一些课题 需要到我们的国家和其他的国家 一起来解决的问题 比如 非法移民 这种问题 不只关系到我国 也关系到其他的国家 这题老师不鼓励学生写 因为比较冒险 写的内容也必须要有根据性 不可以随便写 好 最后一题 这题是关于文学 比如问题会问你 为什么现在的青少年 对文学作品 如小说 Novel Jerban 短天小说 和不一戏 诗歌不感兴趣 学生要写出自己的看法 写出原因 或者是如何提升兴趣等等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暂时到这里 我会在下一个视频来跟大家分享 更多关于Soran Satu和Soran Dua 也就是你们比较熟悉的问题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